今晚我想來點 美式衛送平台超洗腦廣告 讓這個厚瀏海粗狂眼見的創作才子曝光度大增 歌手盧廣仲跨足戲劇歌唱 還靠花甲拿下金鐘獎最佳男主角 現在去傳出他因為財務問題遭到黑道鎖定 到底是真是假 根據週刊報導 最近有天道蒙人士不斷打聽盧廣仲電話 一開始還以為是要請他唱尾牙場 打聽之下才傳出是財務問題 據了解盧廣仲去年五度公代 接下九個代言可說是荷包賺滿滿 還在台北十大附近置產 房價粗估六千萬 對於這樣的傳聞 盧廣仲也透過經紀人發聲明回應 努力工作賺錢35歲的盧廣仲據說財務都交給媽媽處理 連信用卡也是最近裁判 另有一說財務問題是身邊親友 老家的父親也立即博斥傳聞 我們這很單純的家庭 不是說很合照的家庭 這部就是一個小刀消息 沒什麼事情 親友間沒有人欠債 突如其來爆出被黑道盯上 讓家人相當困擾 直呼事件真的是無中生有 記者網站陳俊恩台北報導